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台湾目前面临少子与高龄问题 正逐步冲击着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与竞争力 台湾预计在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在人口逐渐老化的劳动市场中 中高龄及高龄就业者将成为企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但面临中高龄就业困难 是否有哪些就业服务因应措施 今天我们邀请市长黄卉哲来跟我们聊一聊 随着一般国民的平均年龄 平均余命越来越延长 所以说每个人的寿命其实一直延长 过去的这种60岁退休或是65岁退休 已经不一定合用了 更况很多人退休之后 他的脑力体力也都还不错 所以说二度就业退休之后 二度就业的情形 不管是在台湾或在其他的国家 都慢慢变成一个趋势 那也就是说既然要因应这个趋势 我们台南市政府 就首先在善化成立了 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什么叫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引法人才就大概就只是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 就是说像65岁以上的朋友们 他的这个就业的需求 那所以说有些人刚想 这有时候就像城里城外 还没退休的时候很想退休 就这个周休七天月领七晚 但是退休之后会觉得说 时间这样耗着好像有点无聊 该玩的地方都玩过 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那结果自己还是觉得会很无聊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觉得有点 退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因此呢他还想再重返职场 那因为重返职场之后 有可能第一个工作不好找 第二个年长者的工作更不好找 第三个可能年长者 他在退休之后他重返职场 可能职场所需的职能 跟他这个本身又不一样 因此呢我们过去其实有一部片子 叫高年级实习生 那实习生当然 那是一个他讲的银行做到 某一个公司已经做到电话公司 电话行业公司已经做到副总裁了 就退休之后还是在当 这个网络公司的这个实习生 那事实上当然年长者有他的强项 但是面对时代的一个改变跟变迁 很多新的工作就业形态 可能又不是他能够掌握的 因此对于英法人才的一个就业服务 或是英法人才的服务 我们都愿意来让他们有更平顺的 这个切入点 那能够帮助他们在职场上 找到第二村或第三村 这样的话对于社会也好 对于个人也好 对于政府来讲都是三赢的局面 那我们选择三个第一个原因 三化零件蓝科 那很多南科那边有很多就业机会 当然那些就业机会不见得是设定 一年零层来设定 它是以工作性质 或工作这个范围来做设定 所以我们在三化社一个人才服务据点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对于英法人才 他们要重返职场 尤其切入这个南科的这个领域 其实是有更大的机会 第二点这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第一 我们的第一个据点而已 它事实上还有可能有其他的据点 那所以三化如果我们事办的 办理的相当成功的话 也不排除在西北 或者在府城区 或者在其他的区域 包括沙伦这些区域 也设立了这个英法人才的服务据点 那随着 坦白讲 这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25岁以上的人从我刚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7万8千人 那2019年 现在2022年才三年多 已经变成了这个32万多 所以年长者这个随着寿命的延长 那年长者的人数越来越多 因此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需要 尤其是在就业方面的需要 我们应该是全国第一个 专门为这个 民法人才 来量身打造的一个就业服务 因此我相信也期待 这个就业服务能够真的帮得上 这个民法人 民法我们年长者 或资深市民们 能帮得上才对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直讯救福中心提供